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秘语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六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性技巧 这些建议来自著名的性治疗师 路斯·维斯特海默博士 这位见多识广的专家 不仅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还接受过狙击手训练 更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性治疗师 路斯博士以他直言不讳 科学依据的建议和标志性的德国口音 打破了性话题的禁忌 改变了我们对性和关系的讨论方式 他的建议包括满足伴侣的需求 保持性爱的趣味性 提前设置气氛 处理性旅程中的坑洞 注重接吻和触摸 以及适应老化带来的变化 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任何时代 还能帮助夫妻维持健康的性爱和亲密关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即使他的身高仅有4英尺7英寸 路斯·维斯特海默博士 Dicke Ruth Westheimer 却以巨大的影响力 改变了我们谈论性和关系的方式 这位见多识广的性治疗师 不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还曾接受过狙击手训练 他以直言不讳的态度和标志性的德国口音 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 美国最受欢迎的性治疗师之一 无数听众 都从他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受益匪浅 路斯博士的第一本书《路斯博士的好性指南于》 1983年出版 并成为他撰写的40多本书中的第一本 在他打破性话题禁忌的使命中 没有任何话题是禁区 随着离婚率在全球范围内上升 他在1995年出版的《性慰傻瓜》一书中提出的一些建议 至今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心理性学专家的六个经久不衰的性技巧 首先 路斯博士愉快地承认了夫妻面临的最普遍的困境之一 每个人的性欲不同 而其中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更想要性 互相帮助 这就是答案 他建议道 仅仅因为你不想要高潮 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帮助你的伴侣达到性满足 他强调 假装不是答案 而是应该出于对伴侣的爱意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帮助对方达到高潮 无论是躺着 还是用手指 舌头或振动器 都可以是有效的选择 其次 路斯博士提醒我们 性应该是有趣的 不要陷入单调 初期的性爱通常充满新鲜感和激情 但这种新鲜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退 他建议尝试不同的性姿势 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或者改变性爱的速度和持续时间 以保持新鲜感和刺激感 这样 不仅能继续享受性爱 还能避免让性变成一项代办事项 从而保护整个关系的稳定性 第三 路斯博士指出 伟大的性爱并不是自发的 而是需要计划和准备的 现代生活压力大 工作 家庭和其他责任 让我们难以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性爱 但是 提前设置气氛 可以让性爱变得更好 特别是女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兴奋 所以 男性应该从进门那一刻起 就开始浪漫和关注 而不是仅仅在睡前 他还建议女性不要害羞 一旦准备好 就应该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 第四 性旅程中的坑洞是正常的 修复它们不会花费太多 每个人都需要练习和努力 成为最好的情人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人 也会遇到困难 路斯博士建议 如果遇到性问题 不要忽视它们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帮助是可用的 他鼓励人们不要拖延 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即使只有一两次会议 也能起到奇效 第五 接吻 触摸和互相洗澡 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 对猴子的实验证明了触摸的重要性 这同样适用于人类 路斯博士建议 每天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身体接触 不仅仅是为了做爱 这样的触摸会让夫妻更亲密 从而增强性爱体验 第六 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实际地适应变化的身体 路斯博士提醒我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来适应身体的变化 老年男性 可能需要更多的身体刺激来勃起 女性则可能需要润滑剂 来保持性爱的舒适 它鼓励人们不要感到羞愧 学会享受这些改变 并将其视为前夕的一部分 路斯博士的建议不仅具有实用性 还充满了它对人们幸福的关怀 它的一生充满了非凡的精力 不仅是性治疗的先驱 还在纽约电台WYNYFM 主持了一个15分钟的午夜节目性说话 这个节目在一夜之间变得非常受欢迎 成为它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它继续撰写了超过35本书 包括路斯博士的姓百科全书和姓魏傻瓜 它的热情和坦率的态度 使它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它在广播、电视、报纸和互联网上 都有广泛的影响力 它的广播节目《问路斯博士》在全球都非常受欢迎 它的有线电视节目《路斯博士秀》也是如此 路斯博士的生活经历同样令人敬佩 它于1928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 父母是正统犹太人 在纳粹大屠杀期间 它被送到瑞士的一个儿童之家 以保护他的安全 它的父亲在集中营中丧生 路斯再也没有献过它的父母 17岁时 它移民到当时的巴勒斯坦 加入了犹太地下组织哈加纳 为以色列独立而战 尽管在战争中受了重伤 它依然坚强地康复 并在巴黎和纽约完成了学业 最终成为一名性治疗师 路斯博士的职业生涯 充满了戏剧性和转折 它从纽约哈林区的计划生育组织开始 逐渐成为性教育和治疗领域的先驱 它的广播和电视节目 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性话题的态度 让更多人敢于公开讨论这些话题 它的工作不仅限于性教育 还包括家庭和宗教价值观的倡导 并参与了许多纪录片和社会活动 在它的职业生涯中 路斯博士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荣誉学位 它的影响力跨越了多个领域和国家 即使在它的晚年 它依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并通过它的网站提供帮助和建议 它的一生充满了智慧、勇气和爱心 它的遗产将继续启发和帮助未来的世代 路斯博士于2024年去世 享年96岁 它的离去让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性治疗师和社会活动家 但它留下的智慧和爱心将永远伴随我们 它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爱和勇敢 这是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路斯·维斯特海默博士 第二Ruth Westheimer 是一位美国心理性治疗师 以其对性话题的开放讨论而闻名 她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通过广播和电视节目以及多本著作 改变了许多人对性和关系的看法 她的建议直言不讳 且有科学依据深受观众和读者的喜爱 在她的著作《性为傻瓜》 Sex for Dummies1995年中 她提供了一些经久不衰的性技巧 以下是其中的六个关键建议 一 满足伴侣的需求 路斯·博士认为 即使你自己没有性语 但出于对伴侣的爱 仍应该帮助对方达到性满足 她强调 不必每次都要双方同时达到高潮 可以通过手指 舌头或振动器等方式帮助伴侣 二 保持性生活的趣味性 她建议夫妻应该尝试不同的性姿势 时间和地点来保持性的新鲜感 避免性变成单调的代办事项 三 计划和创造气氛 路斯·博士指出 生活节奏紧张 性爱需要提前计划和创造气氛 尤其是因为女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兴奋 她建议男性从进门那一刻起 就开始浪漫和关注 而不仅仅是在睡前 四 积极解决性问题 她提醒夫妻不要忽视性方面的问题 并建议寻求专家的帮助 许多性问题 如勃起功能障碍 是可以通过治疗解决的 五 重视非性部位的触摸和亲密行为 路斯·博士强调 接吻 触摸和互相洗澡等亲密行为 能增强夫妻之间的亲密感 使性体验更加愉快 六 适应老化带来的变化 路斯·博士鼓励夫妻 在面对老化时应适应身体的变化 例如老年男性可能需要更多的身体刺激来勃起 而绝境后的女性可以使用润滑剂 来保持性生活的愉快 路斯·维斯特海默博士 是一位革命性的性治疗师 他的事业开始于1980年 在纽约电台WYNYFM上播出了一个名位 性说话 Sexually Speaking的节目 该节目最初为15分钟录制节目 后来成为一小时的现场电话节目 随着节目的成功 他写了超过35本书 包括路斯·博士的性百科全书 Dear Ruth Encyclopedia of Sex 1994年和性为傻瓜 Sex for Dummies 1995年 他的生活经历丰富多彩 除了性治疗师的身份外 他还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曾在以色列接受狙击手训练 并在美国多所著名大学任教 路斯·博士 以其坦率的态度 德国口音 和仅有4英尺7英寸的身高 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对性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路斯·博士 一直致力于打破性话题的禁忌 提倡性教育和性生活的健康与愉悦 他的建议和观点 不仅帮助了无数夫妻 改善了性生活质量 也推动了性教育 在社会中的普及 他于2024年去世 享年96岁 留下了丰富的性教育遗产 影响了几代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路斯博士的建议 无疑是精欲良言 他强调互相满足 认为即使一方不在情绪中 也应努力满足另一方 这能促进夫妻间的情感联系 别忘了 他可是经历过大屠杀 接受过狙击手训练的超人级专家 他的建议绝对值得信赖 楚天书 别太卖力了 路斯博士虽然经历了很多 但他的建议未免太强求了吧 头疼时还要满足伴侣 就像你的车坏了 还要强迫他跑一样荒谬 身高四英尺七英寸的 路斯博士可能没这么多困扰 但我们普通人可是会累的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位 真正改变世界的奇女子 她就是路斯 维斯特海默博士 这位身高仅有四英尺七英寸的小巨人 从大屠杀幸存者到性治疗师 路斯博士以他的智慧和幽默 让我们了解到性教育的重要性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疗性这个话题 别害羞 路斯博士可是用科学和爱来提醒我们 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首先 路斯博士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 不要总是拿头疼当借口 即使你不想 也要满足你的伴侣 这不是什么巨大的牺牲 而是爱的一部分 他强调说 没有法律规定你们每次都必须同时达到高潮 无论是用手指 舌头还是振动器 只要你能让对方满足 就是一种爱的表达 谁说我们不能在爱的道路上多走一步呢 再来 性应该是有趣的 千万不能陷入单调 路斯博士建议我们要尝试不同的性姿势 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 这样一来 你会发现性爱不再是代办事项 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毕竟 谁会拒绝一个充满惊喜的夜晚呢 试想一下 在卧室里玩一次探险 或许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亲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摆脱伟大性爱是自发的这个迷思 坑洞是正常的 重要的是如何修复他们 路斯博士说 即使是最好的情人也需要练习和努力 对于那些性功能障碍等问题 他建议不要拖延 及早寻求专专业帮助 不然这些小问题很可能会变成大麻烦 他的话就像是医生的忠告 早发现早治疗 幸福生活不打折 我们还需要多拥抱 触摸和接吻 路斯博士说 这些亲密行为能让我们更亲密 让性爱更加美好 他甚至建议我们要多互相洗澡 这可不是要上演什么香艳剧 而是通过日常的小触摸来增进感情 这些事情听起来很简单 但往往是爱情的粘合剂 最后 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并不代表性就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路斯博士说 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需要更实际的适应变化 男性需要更多的身体刺激 而女性可能需要润滑剂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我们愿意做出一些改变 我们完全可以享受一生的美好性 这可是一位96岁性治疗师的精欲良言啊 总结来说 路斯博士的建议简单却深刻 他用幽默和智慧让我们明白 性不仅是生理需求 更是一种爱的表达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都能从他的建议中受益 透过这些经典的性技巧 我们不仅能够提升性生活的质量 更能够让爱情更加牢固 来吧 让我们一起放下害羞 拥抱这位伟大的性治疗师 学习如何让爱和性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久不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